热毛巾一敷,脸上均匀涂抹肥皂膏 只需一把剃刀,脸上的胡子,脚趾通通去除 只要试过一次,相信你也是这个感觉 舒服啊 靖大爷是个老北京的剃头匠 儿时并跟着师傅学会了这门吃饭手艺 如今的靖大爷已是茂迪高龄 而他那剃头的手艺也和自己的年岁一样 都到了行江旧墓的边缘 靖大爷头脑清醒,身手利落 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起床 夹牙带好后,用小梳子将两边的头发梳齐 一个精神饱满的小老头就要开始一天的奔波了 和市面上常见的理发师不同 从明国起,靖大爷端的就是上门服务的饭碗 十几年从未更改 现在找靖大爷剃头的都是老主顾 靖大爷也赚不上几个钱 与其说是买卖,倒不如说是交情 放在平日里,靖大爷肯定先进客户那里 工作结束后,再与老伙伴打上几圈 五块一毛的输赢 玩的就是个锻炼大脑,预防痴呆 可今年靖大爷出门直奔钟表店 因为那个和他几乎同岁的钟摆 每天都会慢上五分钟 靖大爷合计去钟表店瞧瞧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接着用 路上偶遇百年老店暴度章 门口坐着的老章一见是熟人到来 变热情的招呼 靖大爷说自己还有事 没有逗留便离开了 这两位可是老交情 靖大爷每周都会来这里吃暴度 虽然环境比不上大饭店 但这股生脆弹牙的口感 却是深得靖大爷喜爱 在里面掌勺的小张 劝附近老张去新看的理发店体验一番 和老张唯独得意靖大爷的手艺 按老张的话说 满京城高档饭店数不胜数 为什么还有人喜欢这街角的美味 靖大爷走进钟表店 店里的小火机准备将老钟拆解 老板见到联盟阻止 他告诉靖大爷 这老钟能走已经算不错了 怕是自己再给修坏 言下之意是 让靖大爷把老钟拿回去 等哪天彻底不走了再过来修 同时他也向靖大爷推荐其他款式 可靖大爷根本没抬眼瞧 二话不说就离开了 见靖大爷走远 老板这才点拨了小火机一句 离开钟表店 靖大爷直奔老米家 老米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只有黑猫为伴 靖大爷见老米实在可怜 灵剔头前也不忘叮嘱老米几句 没人看见就没人看见 你别显着这个我呢 说完 就将挡刀布挂在冰箱上 一壶热水开烧 靖大爷便嫌熟地刮起头来 刀刃虽利 却如清风拂过一般 一趟城市走下来 老米脸上有着说不出的舒适感 顿时有了精神头 和靖大爷聊天时 脸上也多了几分笑模样 靖大爷回家后 见几人正在量自家的房子 按规定 靖大爷身后的小屋 属于违章建筑 所以不能算在拆迁范围之内 靖大爷通行达理 不算就不算吧 也懒得去计较那三瓜俩枣 可一听这话 靖大爷儿子却不愿意了 这哪是三瓜俩枣 分明是金山银山 靖大爷也安慰儿子 等自己走后 再多的金山银山也是枉然 让儿子放宽心 少计较 可靖大爷哪知道 儿子算计的正是 他百年归老后 所留下的这片遗产 或许是儿子 昨天念叨的话 影响了靖大爷心情 一日起床时 靖大爷就感觉 浑身格外的沉 可再沉也不能闲下来 他收拾好后 蹬着三轮 又赶奔到老赵家 老赵因为身患脑血栓 晚年生活不能自理 还好有邻居热心大妈帮衬 日子也算是过得去 老赵和靖大爷是老相识 从来不去理发店的他 只耗靖大爷的手艺 见到老赵后 靖大爷立即嘘寒问暖 他借着剃头的影子 其实是来探望老友 一番剃头刮脸 老赵觉得自己这病 算是好了一半 接下来 靖大爷要给老赵放睡 放睡是个老词 几乎等同于现在的按摩 可放在过去的北京 放睡属于店家赠送 这是一种凭交情地位 才能享受的服务 一般人还真没有这个福分 靖大爷这边按摩 老赵那边就开始回忆往昔 不过想起的 也都是靖大爷当年的风光 还年轻那会儿 靖大爷就自己 挑头当掌柜 上到达官显贵 下至饭府走足 靖大爷都是以礼相待 笑脸相迎 国军司令附作义 京剧大师梅兰芳 都曾是靖大爷的座上宾 那像现在不但咸有客源 靖大爷的手艺 怕是也要失传了 结束之后 老赵让靖大爷去抽屉里拿张红票 可靖大爷只从这大钱里 本分地抽出一张五块的 老赵不差钱 因为他儿子是大老板 可老赵差的是陪伴 他总是反复说 谁来伺候自己 将来兴许就把这老宅子给谁 要不然邻居大妈 也不能像亲闺女一样 上赶着照顾自己 一周后 靖大爷如约来到老米家 可敲门没人答应 等推开门后 靖大爷傻眼了 电视机里回荡的什么 靖大爷已经听不清了 唯有望着墙上的照片 暗自发呆 没错 老米离开了人世 可他什么时候走的 却永远成了一个谜 这或许是孤寡老人 最大的悲哀了 靖大爷点燃一支烟 坐在那里沉默良久 临走时 他将老米的黑猫带走 也算是带走了一份念想 没过几天 靖大爷的味蕾 让他想起了暴度张 可他却站在门口许久 迟迟没有进去 原来 这张桌子是老张 特意留给靖大爷的 几十年下来 靖大爷只坐这张桌子 可问题是 即便小张好言相劝 桌上的年轻人 就是不肯相让 这使靖大爷本身也不占理 基本上也就是个 尊老爱优的事情 既然对方不让 靖大爷就将暴度打包回家 这把年纪了 也没必要和年轻人争强 回到家后 就有回大妈就来敲门 这次要更换二代身份证 需要靖大爷提供最近的照片 靖大爷积极配合 他只是不明白 自己用了十几年的身份证 怎么说换就换了 最近的照片靖大爷没有 他去了趟照相馆 端端正正照了一张 说是证件照 可靖大爷知道 这也能留作他用 毕竟自己已经久失了 去完照片 靖大爷把儿子叫了过来 因为自己几十年没拍照 所以有些拿不准 才让儿子帮着参谋参谋 可还没等靖大爷开口 儿子就把自己的烦心 是一股脑说了出来 孙子还没出生 儿子就下了岗 自己又浑身是病 人到中年 生活没得半点光彩 靖大爷听完这话 打开了自己装钱的盒子 虽然没多少 但好歹能补贴生活 儿子拿到钱后 塞进兜就离开了 只空留靖大爷那落寞的背影 不过靖大爷倒是觉得没什么 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帮帮孩子 心里挺知足 几天后 靖大爷再去找老赵时 屋里已经没了动静 他担心老赵铺老米的后尘 后来从邻居大妈那儿 才知道老赵被儿子接走的事 听闻老赵还健在 靖大爷稍稍松了苟气 可邻居大妈却越说越气 差点就想用火点了这房子 看到大妈拿出来的装老衣服 靖大爷想起来 自己也插件趋势后穿的兽衣 他想买件中山装 可卖服装的商场里根本没有 最后靖大爷是拐弯抹角 总算逃换了一件 这天 有个带墨镜的陌生人打听靖大爷住属 他不是来剃头的 而是要把靖大爷请去 为父亲老赵剃头刮脸 这位正是老赵那有钱的儿子 老赵自从被儿子接走后 就整天没笑模样 最近老赵总说要找靖大爷剃头 儿子这才跑一趟 这一路 老赵儿子一直埋怨父亲 不把老宅给他 还说什么那里是古楼下一角 属于京城文脉地区 可总之 别管儿子嘴里有多少个父亲的不适 靖大爷的表情纹丝未动 一路走下来 半句话茶也没接 推开门后 映如眼帘的是个贵妇气质的女人 可从眼神就能看出 这位贵妇对靖大爷的嫌弃 她是老赵的儿媳妇 看儿媳妇的架势 想必老赵也没少遭她白眼 一见老赵 那精神头可是大不如前 靖大爷没多说话 儿媳妇极不情愿地打了一盆热水后 靖大爷就开始忙活 这期间老哥俩聊了什么 老赵儿子并不知道 只是在送靖大爷回去时 对于老赵儿子递出的钱 靖大爷是风文美曲 几点后 有个长发男子来到靖大爷家 他是暴赌张的孙子 也是暴赌张这门手艺彻底终结的一代 这位小小张酷爱绘画 拦都拦不住 靖大爷脱带给自己画幅肖像 或许是对自己的村照不太满意 画一幅 等着临走时也好有备无欢 画完后 原本是要靖大爷付钱 可小小张反而掏了50给靖大爷 他只是说这年头像样模特不好找 而像靖大爷这张既宝金沧桑 又容光焕发的脸 更实属罕见了 靖大爷解决了遗像和衣服问题 可光有这两样还不够 为了不让儿子操心 靖大爷独自打给殡仪馆询问流程 不过对方给出的信息量 对于靖大爷这样的老人而言 实在不太友好 兵义馆那边默契了不少 可靖大爷只记住了要500字的生平介绍 这可有点难 没办法 靖大爷只能对着录音机 一遍一遍地叙述自己的生平 想到哪儿讲到哪儿 一路走过来 这90年间记忆犹新的经历太多 恐怕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念过百家事 三字架 千字文 中央大学 雷云 孟泽 五江四出 我读念完 一觉醒来 靖大爷准备出去溜弯 却在活动口碰见了区委会大妈 大妈告诉他 二代身份证已经办下来了 有效期二十年 大妈以前不知道靖大爷如此高龄 这次来 他也是希望哪天街道组织活动 让靖大爷去分享一下自己的长寿秘诀 可靖大爷确说这就没有秘诀 人一老就贪生怕死 睡不着觉 靖大爷则恰恰相反 一切生活都是顺其自然 不过靖大爷刚在大妈面前说完长寿 出门没走多远 就感到眼前发晕 看人重影 他找个地方坐下休息 因为过于疲惫 老人家闭上了双眼 渐渐的 周围的街道不再喧嚣 耳畔的嘈杂也越来越远 靖大爷神忧片刻 却又回到了现实中 看来自己的人生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点清晨 那个陈年老中彻底不走了 没了闹钟的呼唤 靖大爷一直躺到了八点 要不是儿子招呼 他还能再多睡一会儿 儿子此来 是要告诉父亲 他有了重孙子的好消息 靖大爷听后赶忙掏钱 可这次却遭到了儿子的拒绝 只因那父亲的遗像 在儿子脑海里久久回荡 儿子在临走时 特意向遗像拿走 或许这一刻他才明白 作为一个儿子 自己有多不合格 儿子的做法 临靖大爷感到欣慰 而那个老中 也终于迎来了大休时刻 说到底 靖大爷还是放不下身边的老物件 就像自己这剃头的老手艺一样 相处久了 感情也就在那儿了 与其说老年人无法接受新事物 倒不如说 从宅皇之年走过的他们 那赖以生存的技能 和艰苦朴素的精神 其实比黄金还要珍贵 剃头像于06年上映 影片中的部分人物取自现实 而这位90多岁的老剃头像 也是由他本人扮演 他本名叫靖奎 由于将生活拍成了电影 所以一时间也成了北京的名人 这部电影也有另一个名字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门 老人家于2014年嫁和习曲 享年101岁 也算是搓头的一生 光彩的一生 这并非是一部纪录片 而是不在虚拟和现实间来回游走的剧情片 这样的影片不免会引发观众思考 对于身边的老人或者即将迈入老年的父母 我们扪心自问 除了感慨 还能做些什么呢 关于孝道的问题 不用多说 问题就摆在那里 可就是这么直白浅显的道理 却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在儿时 父母是孩子的依靠 到父母老去 孩子会自动转换为被依靠的角色 可孩子们会将大部分精力 都放在自己的孩子 以及工作上 自己的孩子就是希望 工作就是支撑希望的给养 那么老人呢 再加上一系列社会 生活所施加的压力 或许自顾不暇 才是中年人常常会面临的状态 笑到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 我们都应该拥护 而那些不孝之徒的背后 大部分是人性的原罪 但还有一部分 一或许真的有社会的无奈 一目实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